岩鼠原野的伙伴们 作者 古田足日 翻译 彭毅 一 校长先生不可怕 樱花小学是东京边上的一所小学 暑假结束的第二天 校长先生在开学典礼上说 暑假里有孩子搞恶作剧 在窗口老师家田里的南瓜上 用游性万能笔画上了鬼脸 孩子们轰地笑了起来 不过 二年级二班的执行 伊南 明良和玉子红了脸 在南瓜上画鬼脸的就是这四个人 干这种事的人也许觉得有趣 可窗口老师却犯愁了 他说 这样的南瓜不能拿到市场上去 不要干给别人添麻烦的事 胖乎乎的校长先生的眼睛好像瞪着四个人似的 那天回家的路上 小矮子明良说 校长先生好可怕啊 我以为他要点名字 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 我腿也抖起来了 胖堆执行这么一说 玉子也说 校长先生这么可怕 那他的太太也一定是个戴眼镜 喜欢刁难人的人了 不是说校长先生家里有狗吗 一定是条可怕的虎头狗哟 一南说 第二天 另外一件不好的事情 就是四个人被班主任石川阳子老师训了一顿 你们几个 为什么不交暑假作业呢 没做吧 四个人的心脏又扑通扑通的跳了起来 低下了脑袋 在南瓜上搞恶作剧的是你们吧 就是因为干这种事才没有做作业的 快点补做吧 能做多少做多少 过了三天 见四个人拿来了作业本 杨子老师说 秋天的展览会上你们一定要拿出点什么 因为这可是挽回名誉的机会 挽回名誉是什么意思 执行代表四个人问 你们在南瓜上搞的恶作剧 还不做暑假作业 校长先生也好 别的老师也好 学校里的孩子们也好 全都认为你们是没有出息的孩子哟 不过 要是能在展览会上拿出让人惊奇的作品 老师也好 伙伴们也好 就会改变看法 执行他们到底是能干的孩子啊 挽回名誉就是这个意思 杨子老师这样回答道 好吧 来挽回名誉 四个人聚集在一男的家里 商量起来 机器人怎么样 用纸箱子做机器人 我们钻进去 让它动起来 没有更好玩的了吗 是的呀 就没有更加 更加让人大吃一惊的东西了吗 杨子老师说了 要做出让人惊奇的东西才行 正在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的说着 执行笑了起来 对了 不是说眼泪是闲的吗 如果把用眼泪制成的盐拿出来 大家会啊的叫起来哟 哦 是理科的实验呢 做做试一试吧 玉子最先赞成 明良和一男也干劲十足 嗯 坐吧 一男家里有个婴儿 说来也巧 婴儿正在隔壁的房间里哭着 一男跑到厨房 拿来个牛奶瓶 贴到了躺着的婴儿的脸蛋上 婴儿吓坏了 哭得更响亮了 这样的话 能截好多眼泪呢 一男开心的说 可马上就又歪起了脑袋 因为顺着牛奶瓶里面流下去的眼泪 一到瓶底就看不见了 而且 玉子把婴儿抱了起来 可怜呀 让宝宝哭 明天到学校去收集吧 明良说 第二天 四个人一人拿着一个牛奶瓶上学去了 一男说 看着一郎 一郎是个专门欺负人的孩子 肯定会把谁弄哭 那时就冲过去收集眼泪 于是 四个人不管是一郎去喝水也好 去撒尿也好 都跟在后头 弄得一郎都没有办法欺负别人 一郎到底还是发火了 你们为什么老是跟在我后头 一郎对着一男的脑袋碰得打了一拳 一男禁不住哭了起来 明良慌忙把牛奶瓶贴到了他的下巴上 可是 直接倒了两三滴眼泪 但那以后 四个人跟着一郎转了一个星期 一郎觉得不自在 也就不再欺负人了 杨子老师表扬说 你们让一郎不再动手动脚了呢 了不起呀 四个人挠起了脑袋 虽说被杨子老师表扬了 可牛奶瓶底 重要的制炎的原料 眼泪才只有一点点 一天 直行摇晃着那个牛奶瓶 可怜巴巴的说 我还以为是个好主意呢 可这样下去 到展览会开幕时 也积不下多少呀 遗憾是遗憾 可他们还是死了用眼泪制炎这条心 决定做其他的东西 但是又想不出来好主意 很快 展览会开幕的日子就临近了 要是这样什么也不做 就不能挽回名誉了 这回 四个人凑在明良家里商量起来 一男说 展出虫子怎么样 把秋天的虫子全抓来 叫他们叫 抓不到那么多呀 直行垂头丧气的这么一说 小矮子明良说 别泄气 再好好想一想 隔壁的房间里 嗡的响起了吸尘器的声音 大伙一声不吭 一边听着那个声音 一边响着 有了 响出来了 玉子高兴的叫出了声 用吸尘器就能抓到了 蚊子和苍蝇 吸尘器都能吸进来的 对 试一试吧 我要去跟妈妈借吸尘器 明良正要往隔壁房间跑 玉子把他拉了回来 别着急明良 先商量商量到什么地方去抓呀 明良气呼呼地撅起了嘴 说 还用说吗 当然是虫子多的地方了 那么是猫头鹰森林了 直行说 如果是猫头鹰森林 那离我家最近了 从我们家拿吸尘器就行 玉子补充了一句 可就是从玉子家里开始 电线也不够呀 还得多找些 于是大家又各自回了一次家 拿着电线集中到了玉子家里 还有从好朋友那里借来的 电线变得长长的了 猫头鹰森林在田野的对面 一片矮树丛当中 挺立着两棵树干上 长着青苔的高高的山树 一到夜里 猫头鹰就在山树顶上 咕咕地叫 好像没有啊 钻到森林里的一南 失望地说 森林里太暗了 没长什么草 再往那边去看看吗 明良在山树下面说 可是 大伙水也不吱声 从这两棵山树开始 再往前 四个人里头 水也没有去过 又暗又潮 连条道都没有 这时 隐约传来了 咕咕的叫声 那边 明良跑了起来 一南和玉子也跑了起来 最后 是拿着吸尘器的执行 一边拖着电线一边跑 哇 不得了 明良站住了 追过来的三个人也站住了 那是森林的边上 眼前是一片长满了草的原野 森林比原野高出一截 越往左越高 森林在高起来的地方结束了 它前面是一片矮竹林 矮竹林的下头是陡峭的悬崖 悬崖的下头长满了高高的草 咕咕的声音就是从那堆长得很茂盛的草里传出来的 明良跳到了原野上 一南和玉子也跳了下去 盯着吸尘器的执行 用屁股吃溜吃溜的滑了下去 有呀 有呀 明良叫道 明良在悬崖下边的草丛里一跑 虫子都纷纷蹦了出来 执行擦了把汗 打开了吸尘器的开关 哗的一下 虫子就被吸了进去 要是真那样就好了 可实际上 只是开关啪的响了一声 吸尘器却连响都没有响 哎 坏了吧 执行一屁股坐到了草上 玉子说 不会是电线吧 一定是电线脱开了 我去看看 明良和一南跑进了猫头鹰森林 不一会儿 两人就从森林里跑了出来 摇晃着吸尘器那头的电线 叫道 哎 果然是脱开了呀 太短了呀 执行挠了挠头 我刚才在森林里跑的时候 还想 电线也没这么长啊 执行拖着拖开了的电线 拎着吸尘器跑到了这里 去求求那户人家 把电线接上去 玉子指着森林边上的房子 大伙朝那座房子跑去 呵呵 用吸尘器抓虫 胖胖的大婶笑了 把电线插到了插座上 四个人拉敞了电线 来干吧 明良握住了取下了吸尘器的管子 一南打开了开关 吸尘器嗡的一声 他们瞅见头一个被管子口吸进去的 是波波 终于到了展览会的日子 学校的走廊上 教室里都挂上旗子和彩带 校长先生走进二年级二班的教室 呵 这牛的木课真好 哟 这年土手工小镇也像模像样呢 执行他们四个人 把装虫的笼子放在教室的一角 目不转睛地盯着校长先生 校长先生就不能说一句虫子什么的吗 但是 要是说了句什么也许可怕呢 不过 校长先生没有在装虫的笼子边上停下来 就要走过去了 啊 就要走过去了 四个人都孤独咽了口口水 可就在这时 叮叮 金钟高声叫了起来 校长先生的脚停住了 朝虫笼里瞅去 这可够厉害的 金琵琶 纺织娘 曲儿曲儿 什么都有啊 是执行你们几个拿来的吧 这么多虫子是怎么抓来的呢 校长先生笑眯眯地问 用电动吸尘器 吸尘器 嗯 吸尘器能抓虫 这是个好主意呢 校长先生走出教室以后 其他的老师 家长 教师联系会的人 以及高年级的学生们 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二年级二班的教室 因为校长逢人便说 有孩子用吸尘器抓虫幼 这点子太有趣了 见虫笼前头围满了人 杨子老师对执行他们说 好像是挽回名誉了 接下来的星期日 四个人在玉子家里集合 校长先生也来了 吸尘器是不是真的能抓到虫子 我想体验一下 校长先生戴着草帽 拎着吸尘器 校长太太戴着狗 校长太太不戴眼睛 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太太 狗不是虎头狗 是条茶色的日本小犬 校长先生不可怕呢 四个人高兴起来 而且更叫人高兴的是 四个人发现了一个新的玩的地方 长着一大片草 虫子多得要命的原野 四个人跑进猫头鹰森林 带着校长先生去那片新的地方玩了